好啦 那我們就開始我們的課程了 那有帶牆衣來的就把牆衣放開來 好 那我們 從資料櫃過的最根本的 就是我們現在在寫封文的時候 我們儲存資料的方式 最根本的開始 那我們學電腦開始 我們就說0101的bit 所以呢 在電腦裡面這個bit 是我們最基本的單位 就是0.4的指定 那可是我們寫封文的時候為什麼要宣告 比如說我們在西元裡面要宣告INT 為什麼要宣告 那宣告代表的意思 宣告這個東西就是我的資料型態 data type 那這個電腦代表就是用來解釋 你現在存在電腦裡面的資料 是什麼樣的意義 那我們比如說下面這個 這一個例子 在電腦裡面8個bit 是0100001 那這個8個bit在這個電腦裡面 它到底代表什麼意義 如果你說它是整數 你覺得這是我們一般的二進位的整數的話 那你可以算得到 這個指合在一起 就等於是65 為什麼 這是2的0次方 次方 2次方 3 4 5 6 這是2的6次方 那2的6次方加2的0次方 這是64 再加1 就得到65 所以如果是我們的 0.01 你把它當成是整數來看待的話 那麼它就是等於65 那另外如果你把它當成是字元 也就是我們的英文字母來看待的話 那在電腦裡面 我們現在基本上 我們的這個表達文字的方式 最常用的就是ASCII ASCII Table 那如果你把它當ASCII Code的話 它就是大寫的A 所以它到底是65 還是英文字母大寫的A 就要看我們在宣告它的時候 我們宣告它是整數 還是宣告它是character 我們在C語言裡面有 宣告character 那如果你宣告它是character的話 它在電腦裡面擺的是這樣一個東西 它代表數據是這個大寫的A 那不過我們的這個C語言裡面 這個A A這個是 它事實上根本就比60 因為它內部組合的時候是60 所以在我們的C語言裡面 大寫的英文字母A 事實上它的內行跟60是一樣 那另外呢 你在別的這個電腦層次裡面 可能會有這個所謂的VCD 那什麼叫VCD呢 就是所謂的 minary quality of decimal VCD 就是二精銳來編碼變成十精銳 二精銳編碼十精銳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四個bit一組 那這個四個bit一組的話 就是0次方 1次方 2次方 所以這個是等於四 4 後面這個1的話 後面這四個bit 它是B 所以我們就把它內成什麼 41 好 所以在電腦裡面 你不同的資料型態來解釋 這個電腦的相同的內容 你可能認為它是65 你可能認為它是英文字母的這個A 你也可以認為它是41 那因此呢 我們就必須給它Data Type 說這個到底什麼意思 就有點像 我們選一個5012 這個5012到底什麼意思 5012就是資料結構上課的地方 所以是房間編號 這是5012 那也有可能 5012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錢啊 你的這個父母親啊 每個月給你零用錢 是5012元啊 所以你要看這個5012 它在什麼場合 它所使用的時機 它解釋的方式不一樣 雖然你看到表面上都是5012 那所以電腦裡面也是類似的情況 那接下來 電腦裡面我們要談說 負的什麼表示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也是八幣 那如果我們不管正負號的話 那這個八幣的值 記得齁 這是0次方 1次方 2次方 3次方 4 5 6 7次方 7次方 所以這個如果你不談這個 談這個負的時候呢 那就是7次方 所以我們這前面再加一個2的7次方 2的7次方 2的7次方就是128 所以這個加起來 193 所以當你不管這個正負號的時候 就八幣的 那它就193 那可是在電腦裡面 我們只有兩個機率可以表示 那因此咧 我們如果要表達一個 Lumper是負的 那一般的方式 我們就把最左邊這個bit 就是八幣的最左邊這個bit 拿來做正負號 那當然如果你是三色bit 那就是三色bit 那就是三色bit 你是最左邊的 那我們這邊以八bit 為法例 那最左邊這個bit 到處是 這個正負號 那0的時候是正的 1的5的時候 好 那在我們C裡面裡面 其實這兩個我們都會用到 都會用到 那一個要1是compring 一個要2是compring 那1的意思就是 0跟1 0就換成1 1就換成0 就是1的補數 所以是1100 050 01 那這個換成完畢之後 就會得到 0011 1110 好 那所以如果說 我們把它想成上面這個 把它想成上面這個是一個負的 那可是它負的值到底是多少 我們要還原一下 就是把它變成這個 這個 1變成0 把0變成1 那我們就算一算 這個值到底是多少 好 這個值到底是多少 好 那這個值是多少 這是二次方 這是一次方 這是 4 這是8 16 32 把它加起來 這是多少 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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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我們就說 上面這個 上面這個值 就代表-62 就代表-62 62 那這個是一種 -的表示方法 另外 我們現在 最常用的是 這個所謂的 POOST COMPRING 2的補數 那2的補數 就是 再把最右邊這個 最右邊的這個 1 這個0 再把它加一個1 再把這個變成1 再把它變成1 再把這個變成1 那變成1之後呢 你當然知道 你當然知道 這個值就是63 所以當我們說這個是TOOST COMPRING 的時候 這個值就是負的63 我們在電腦裡面 看到這個值 8bit 這個值 我們在寫頭路 系列也是一樣有的 我們可以在前面寫一個 unsign 就是不管證不好的 它全部只有證的沒有符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看到這個值 8bit 的時候 它是證的153 當你沒有特別講的時候 8bit 沒有特別講的時候 那我們寫的這個1在前面的話 這個值呢 它就是負63 那有人會說這個comprint的代表意思 就是所謂的補述 這個 復刻法遊戲有一個 有一個 減紅點 你沒有玩過 經過沒 來 解釋一下 簡單的 簡單的 就是原則是什麼 減紅點 蛤 好 那 泰國 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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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 那 這裏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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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代表有在哪裡 班代表不見了是不是 你認為誰會知道 他 不行 班代表是不是要有 領導統一的能力 班代表不見了每一件事情都會做 但是班代表要知道誰會做 這就要領導統一 好 那你就叫他回答 大聲一點 就是加起來10點 然後紅色有分數 好 重點的 相加等於10 紅色的才算分數 就這樣子嘛 對不對 相加等於10 紅色的才算分數 所以你在解同點的時候 其實就在學什麼 complement 10的complement 譬如說你今天手上有一張是4 那你就要在table上面拿到一張6 加起來比10 那紅色的才算分數 所以重點就是要加起來比10 那因此呢 我們手上有一個4 你要加一個6 加進來了 這是complement 好 那什麼叫tostcomplement 加起來比2 tostcomplement就是加起來比2 好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到底加起來比2 每一個地方加起來都是比2 你看一下 這個跟他相加比2 近了1 再相加還比2 近了1 再相加還比2 這個叫做tostcomplement 但是如果你看8bit的時候 看8bit一起看的話 那就是256 因為2的8時候256 所以8bit的tostcomplement 事實上就是256 那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不是256 complement 這個加這個 193加上63 就是256 或者你當然要看 這兩個三加256 那所以我們就說 你這個值 你怎麼去看待他 當他是正的時候 他是193 當他是負的時候 他就是256的complement 負的就是63 好 這個是一個 比較快的一個 計算的方式 那未來我們在我們的 這個獎益上面 我們都會 我們都會有一些地方 會有像這樣一個東西 留下一些空白 在你的獎益的地方 這邊是空白的 那馬上各位就拿起你的筆 把它抄進去 把這個答案把它抄進去 把這個答案抄進去 上完課之後 我檢查你的獎益都知道 你有沒有塞上課 還有這個 我現在看到有東西在趴在桌上 有東西趴在桌上 這個以後想趴桌上的空姐 可以喔 麻煩你做到最後面 絕對不要錯前面喔 絕對不要錯前面喔 好 再下來喔 就是這個 once complement 跟tooth complement 他們的範圍 就是能表達的範圍是多少 那如果是8bit的話 那我們可以看 這個最大的這個正的道理地步 那就是每一個bit都是1 最前面是0喔 後來每一個bit都是1 那這個值是127 它也是273.1 所以這個正的最大到什麼地步呢 就是2的7方簡易 就是正的127方 那它這個負的齁 就是你把它tomp一下 它的負的是什麼呢 這個前面是1 大概好像是負的 那它的值是多少 我們就要把它 推回它的正的值去算 那代表它的正的值 我們就來代表它 所以這個呢 是127 好 所以once complement 它的範圍 就從負的127到正的127 那可是呢 這個範圍裡面 總共只有255個 因為127 127相加 還有一個是0 對不對 255個 可是我們barket有256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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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表示有一個值啊 被 重複表示了兩次 被重複表示了兩次 是哪一個 是哪一個 哪一個 全部都是1 還好全部都是0 它代表是1 它代表是1 全部都是0 它代表是0 全部都是1 厚 complement 因為這個是1 因為這個是1 是代表負的嘛 那你要知道它的值是多少 你就把它全部把它 反過來complement 那結果你就看到它是0 所以這個也是0 好這個是我們的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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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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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1 这个事实上是负127 大家看一下 我们怎么知道它是负127 因为这个是前面是E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E改成0 可是要记得 可是要记得 这个是1st compriment 我们再把这个E 再把这个0把它变成E 这个就是它的2st compriment 我们可以看到 后面这个值是127 这个值是127 所以代表上面这个是负127 负127再减掉1 把这个1变成0 就是负128 这个0 是从这里来的 负127 减掉1 就是负128 那它的范围呢 就是从负128 到正的127 这个总共有256 好 现在我们在写Proven 在谈正副号 在谈算数的印算 加减的印算 都是用pust compriment 那我们如果在讲 and or not NOT的时候 我们讲是quence compriment 我们在电脑 我们在系语言里面有NOT 那NOT 这个讲的是quence compriment 那我们写正副号 加减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这个quence compriment 那a跟b 是我们所谓的实数的部分 好 这个s跟y 还有ab 就是我们的变数名称 那变数名称 在我们的这个 一般的这个子称 就是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符号 或者说它是一个识别字 就叫identify 就是我们在写Proven 我们会自己定义一些名称出来 那所有的这些名称 我们就说它叫identify 那所以这个sy 或者ab 在这边的作用是变数名称 那在软化来讲 它就是一个识别字 好 那我们说 那这个a 这个sy 那我们可能会 接下来我们写部分的时候 会说那个s跟y相加 也可能会说a跟b相加 好 那我们现在就要问说 那这边写一个加 这里也是写一个加 这两个加有一样吗 这边是一个加法一算 这是第一个加法一算 那这两个加法有一样吗 好 那这个以前啊 可能大多数的同学啊 都沒有在想這個問題 反正就是我們的這個電腦語言 你知道我們可以寫個加 我們就把它加一加 所以你們不太去思考這個問題 那現在我們在談到資料結構 我們當然要思考這個問題 我們要知道電腦內部 怎麼表達這些東西的 所以我們當然要思考 那非常明顯齁 這個SY相加的這個加 它是整數加的 整數加的就非常簡單齁 就是各位數十位數這樣子按照順序 跟我們小學學的是說一樣的 按照順序把它加起來 這個就是整數加法 非常簡單齁 這個A加B是plotting point 那plotting point的表現呢 plotting point的話 基本上就不是這樣的一個minory的表示方式 我們譬如說 假設我們用10進位來看 因為這個2進位不好看齁 我們用10進位的概念來 來想這個問題 假設這個A齁 是3乘以10的2次方 然後B呢是這個 4.5乘以10的3次方 那我們要相加的時候呢 就要先知道這個A跟B 它們怎麼存放的 那plotting point的 有融合的儲存的方式齁 那基本上齁 就會 有類似像這樣的東西 就是說 我這個東西是3 然後這是2次方 我咧 這個咧 是 4.5次方 這個是 4.5次3次方 所以我們在電腦裡面 裡面就會儲存會變成 有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來存放你的 那個有效位數 那個子 一個部分是來存放你的 你的指數的部分 四方的部分 那你看到這兩個東西 你不能相加 你不能說2跟3相加 2跟3相加 沒有意義 所以這個要做加碼計算的時候 第一個 你要先把2跟3 調成到同樣的翅膀 你才能夠相加 這個跟我們的 我們的整齣相加 概念是類似 你要把各位數碼對起來 那各位數對起來的方式就是 你要先把我們的 這個2跟3 要調到同樣的翅膀 好 所以這個可能你調完之後 就會變成 三四方 但是這邊就0.3 接著你才能把這個拿相加 所以非常明顯的就是 我們的 整數加碼 跟我們的Floating Point的加碼 是完全不一樣的方法 在算 那在電腦裡面 各位未來也會學組合語言 那組合語言 這個加 這個加 跟這個加 也是不同的指令 整數的加法 跟Floating Point的加碼 是不同的指令 好 那現在我們的細語言 在Compile的時候 這個將來 你這個部分學完之後 我們要把它Compile 讓電腦可以執行 所以Compile完畢之後 一定要換成組合語言 真正的執行是組合語言 那你換成組合語言的時候 他怎麼知道 你這個是整數的加 這個呢 是個Floating Point的加 我們的Compile怎麼會知道 他當然會知道 因為你有宣告 宣告的意義就是在講說 這個S跟Y 它的資料型態 Data Type 它的資料型態 它放的方式是用整數的方式來放的 所以將來如果有S跟Y 要做運算 它的運算方式是整數的運算方式 那另外A跟VA 是Ploating Point的方式 所以運算方式當然都不一樣 所用的指令也不一樣 所以你看到這個加這個符號 看到這個加這個符號 就要看你對付的對象是來的形態 是整數的還是Ploating Point的 那將來在Compile完畢之後 組合語言都不一樣 所以 Data Type 這是什麼事情呢 Data Type 就是 告訴我們這些資料 這個就是 我們宣告INT 這個宣告INT 所以S跟Y Data Type 就是INT 整數型態 那整數型態 它告訴我們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 你這個詞 或者我們叫物件 這個object 就是物件 這個詞 是怎麼存放的 這個S跟Y 是怎麼存放的 S跟Y 是整數的方式存放的 那另外呢 就是 到底有哪些Operation 有哪些運算 可以在上面做運算 那我們如果是INT 那非常簡單 加一點程度都可以說 那 這個A跟B的話 其實 加一點程度也可以算 但是 這個加跟這個加 是不一樣的 那未來 我們在 學更進一步的這個資料結構 或者說 我們說這個 物件檔向 那我們所有的這個 物件檔向的這個宣告 都會包含兩個部分 一個是我們的物件 一個是我們的運算 就通通包含兩個部分 好 好 那 再過來就是這個所謂的 Aptra Data Type Aptra就是 抽象的齁 抽象的資料形態 那這個是比較 比較一個抽象的概念 那對我們來講 其實你關心的就是這個資料形態 那這個 Native資料形態就是 要原始的資料形態 那現在在我們電腦裡面 就是一開始 你用吸引的去顯示 那基本上 你就會有INP 可以來使用 所以這個沒有什麼問題 你又有Floating Point 可是可以使用 你又有CSDR Carry可以使用 這個基本上是沒什麼問題的 那這一類的東西 就是 我們就說 這個是Hardware Implementation 這已經做在CPU裡面了 已經用硬體把它做出來了 所以你自然就可以拿來使用 那下面這一些 就是 重新定義的其他的 這個資料形態 好 那這 重新定義的這個資料形態 就是 你會有你的Object的 表示法 你又會有你的物件的表示法 以及 在這個物件下面 我們可以允許 使用的Operation 這個Operation要怎麼 要實做出來 那這個就是我們進一步 也就是我們這一門課 資料結果所要談的問題 好 所以 這個Hardware Data Type 基本上就是 由線有的 最基本的這些 ID Flock Carities 這樣最基本的東西 所 定義出來 衍生更大的 這個所謂的物件 或者是我們叫Data Type 也可以 然後呢 再來就是 它的Internal Internal的表示方法 是你不知道的 它的Operation怎麼實做 你也是不知道的 這是我們在6 譬如說你去用這個C++ 那C++裡面有很多物件 它裡面怎麼實做 你不知道 可是我們學資料這個 我們不是要做這個事情 我們是要知道的 我們學資料這個目的 就是要把這個表示法 把它弄清楚 它要怎麼做出來 要把它弄清楚 這就是我們的問題 好 那未來我們的這個 課程裡面 譬如我們講Stack 講Cue 講集合 講LinkedList 講Tree 還有一大堆東西 這個每一個 就是我們的所謂的物件 在這個物件上面 可以做哪些操作 這就是我們要學習的目標 那我們就來看一個非常簡單的 這個也是 就是我們的每一個物件的 簡單的概念 這個叫Natural Level 自然數 那這個就是我們最簡單的整數 當然整數的話 是有畫數的 那我們這邊就更簡單 只講這個 整 就是自然數就只有正整數而已 好 那我們看一看 這個object 就來描述說 我們的資料 到底是用什麼形態 用什麼方式 存在電腦裡面的 那這個自然數 就是說它的開始是0 這邊講的開始是0 這邊講的開始是0 其實應該講的比較準確 但是這個我們這個客戶裡面 就說它是0 從0開始 然後呢 最大值是 MASMA IMP 我們在電腦裡面 我們的整數都不是真正的整數 就是看我們那個有幾個bit 我們如果32bit 那32bit 那32bit 最大能表現的這個尺到底是多少 我們就把它定義成MASMA IMP 所以就是 在這個範圍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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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排順序的一些 一些這個 Lumbers 所組成的 order 是有排順序的 所以1就比0大 2就比1要大 所以排順序 好 那這個就是非常簡單的 我們自然數的概念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的自然數 到底有些什麼樣的 方式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operation 可以在上面進行操作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 我們到底可以有哪些操作 那第一個 它定義一個東西叫0 0 0就是寫個0 就定義一個0 然後另外就是 我們可能會有一個 操作好 一個運算 問說 你所給進來的這個x 是不是等於0 意思0 是不是等於0 我要x 那這個 我們將來要寫proven 那就非常乾淑 就是 這個有點像是語言 if x等於0 我們就retend true 那x不等於0 就retend false 所以你將來要實作 你將來要實作這個function 那其實非常容易就是 這個其實是 類似我們c原的語法 就非常容易 你就把它靠進去就可以了 再來是eco 兩個有沒有相等 那 對於我們的 自然數相等判斷 其實非常簡單 套用c原的話 就是x等於y 如果4的話 我們就retend true 不4的話 就retend force 可能還有其他一大堆 我們這邊沒有列出來的 其他的運算 比如說我們在自然數 可能會常常需要知道 下一個 請一個 successor 就是下一個 那successor其實就是 如果是x的話 他的下一個 就是定義成什麼 定義成什麼 如果是x的話 都可以看到下一個 那把它下一個 變異是什麼 講得太清楚了 一個x的下一個 變異是什麼 這個x的下一個 變異是什麼 还是问题太简单 没落一落 X的下一个是什么 X的下一个是X加1 很简单 自然说X的下一个不是X加1是什么 是不是X的下一个就是X加1 自然数 所以呢 你当然可以有其他的一些operation 对于自然数的operation 你可以定义下一个 你也可以定义前一个 很多定义啊 还可以定义加解乘组 好 那这个加呢 这边就有定义 加就是说 如果这X跟外相加 你把它加起来就对了 它的答案就是X跟外相加 只要加起来 只没有超过的最大值 那你就把答案写进来 超过最大值呢 这边的方式就是 就直接设定为最大值 但是我们的系列可能不是这样设定的 绕一圈 绕一圈 变得负的 你加一加太大了 以后会变负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最左边的Bit的底昂会变成一样 最左边的Bit的值 如果从0变成1就变成负 答案就错了 答案就错了 所以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 非常简单的自然数的定义 它说 我们怎么把资料放在电脑里面呢 其实就是用一个无论就可以了 然后呢 你有哪些方形可以使用 这边列出来的这些方形可以使用 那这就是我们对资料形态 或者对这个 可以传选到type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范例 好 这下来是 我们来看看说 那 在写Program的时候 我们要理科型 大一的时候 是不是有写用理科型Program 有写过 有写过请去说一下 好了大部分都有写过 如果没有写过的话 那就回家要 两个礼拜一天完成 好 那这个 我想这个 写这个 recursiveProgram 最简单的范例可能是用一个 n factorial n 阶层 那我们的这个定义 是 循环式 的 那这个循环式 就是 iterative的定义 那跟这个上面这个定义 我们当然也可以把它写成一个 iterativeProgram 那我相信这个Program 应该 这个非常的简单 这个就是 简单的C的语言 就是 一开始你的F的子 设定为1 然后呢 我们就 这个X 是从N 从后面 从这个开始 开始乘进来 所以这个F的子 是 把这个S把它乘进来 把它乘进来 那这个X的子 会减掉E 也是减掉E 那到底为止 这个应该非常简单 一个C的Program 我问一下 这个Program 这个Program 可以看懂吗 请举手一下 那有名举手啊 那这个Program 这个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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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建议 这个资料铁过课 要退掉 这个凤修 好 好 接下来是 Recursive的定义 跟Recursive Program 那我们把刚才的这个定义啊 把它稍微换一下 这个N阶层啊 这个N阶层啊 把它换成N 一乘以N-1阶层 它的展开式啊 跟前面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呢 我们把这个定义把它变成Recursive定义 就是我们不要直接把它展开来 说这个N阶层呢 就由N乘以N-1阶层 但是N-1的阶层 你当然可以再进一步把它展开 好 那有这一个Recursive定义 之后 你用 利用那个Recursive定义 当然就可以把它展开 下一个Recursive Program 那下面这个是我们的Recursive Program 这个Recursive Program 这个Recursive Program 也少了一行 好 这一行在这里 好 这个 我们的方形 算这个N阶层的 那我们现在 就把上面的这个 数学的定义 把它转换 变成我们的C的这个Proof的格式 这个概念上 没什么改变 只是语法上面 从数学的表示方式 变成C的Proof的表示方式 所以这个N等于0的时候 那答案就是1 所以我就Return 1 那同时呢 我们就称这个N等于0 这个就是我们的边界条件 Bound the condition Bound the condition Bound the condition 好 其他情况怎么办 其他情况就是下面这个情况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 N乘以 N-1 接程 那现在呢 我们是Recursive 表示它 所以是N 乘以 Fract N-1 这个Fract N-1 用来代表什么 N-1 階层 所以 这个代表N-1 階层 好 所以 我们的Program 其实你要把它写Recursive Program 首先你的想法 你的脑子里面要有这个Recursive定义这个想法 你有这个想法之后呢 变成我们下面的Recursive Program 是非常单纯的事情 好 那在这边特别提醒 就是我们在写Program的过程当中 这个编辑条件通常都是非常容易非常简单 那可是太容易的时候啊 有些同学就忘记要写 你这个Recursive Program 如果没有写的话 你这个Program 没办法阻退自己 虽然它非常简单 但是这个不能忘记 这个 这个是不能忘记的 好 那所以这个Recursive Program 跟我们在做 数学的证明里面的数学规道法 其实是 概念是相同 数学规道法叫Rining- 记得数学规道法自己的方式吗 例如说我们现在想要证明一个东西 这个我觉得这个在数学规道法在证明的时候 可能大家都学过这个例子 大家都常用这个例子 1加2加3 加大分 所以说它是2的n n加1 对不对 我们基本上都大概都用这样一个例子 来说的 那数学规道法 证明哦 分成两个大步骤 第一个大步骤 就是说n等1 成立 你要证明它成立 那通常n等1很容易 对不对 它就成立了 在数学规道法这一步没有证明 答案是错的 虽然非常简单 但是你还是要证明 这个就是我们相待我们的方式的证明 你没有写是错的 然后第二步呢 就说 这个n如果k等于k成立 假设n等于k成立 我们要去证明 n等于k加1成立 对不对 这个就是数学规道法证明的程序 这个数管理的问题是困难的 是简单的 基本上你的数学规道法证明程序 就是这样 所以你要有一个方式卡丁 然后呢 再由那比较小的范围 去推到比较大的范围 所以 从我们的理科学的角度来讲就是什么 从n等于k加1 去呼叫n等于k的情况 所以我们这里 就是从n的情况去呼叫n-1的情况 那这个就是n乘以fractal n-1 所以数学规道法的概念 各种的这个recursion的概念 事实上是一样的 好 那时间差不多 那么我们到这边先下个休息 好